今天的伊之国股推介是电能事业6号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组简选原因 是资金压住美国息后见顶利好本地收息股的表现 电能在英国、澳洲、香港等地间接提供能源服务 海东国际就说电能收入和盈利回复增长 尽管全球市场利率上升 外币对港元走弱 公司仍然取得良好的业绩 主要得益于核心业务表现强劲 本港市场方面天气较和暖 交上防疫措施取消 经济和商业活动逐渐复尝 上半年旗下说灯售电量增加3% 投资日利升一成 海通说港灯业务整体不受经济波动的影响 预计未来几年盈利持续增长 不因为允许资本支出上升 电能中期盈利升3%至30亿 根据彭卓综合献商的预测 电能今年盈利增加9% 明年增长6% 作为一只公用事业股 公司维持稳定的牌息记录 2021和2022年度全年牌息 维持每股2.8号业 投资风险包括回率波动 政府规管股息低于预期 走势上电能事业股价出现突破 现价预测息率7.3厘 若以7厘作为收息股的防线 现价附近都可以考虑吸納 建议可38元水平买入 首站上网40元 9月尾至今 大汉级与电能目标价平均42.3